那現在這個畫社辦法裡面 它並沒有規定說 對我們現在污蔑的 要少主回到什麼追逐白鹿的地方 或是說回到清康熙的時代 或是說日據時代 或是說糾葛到現在 國民政府來接管的時代 這個土地的範圍 它只是一個很籠統的講說 原住民傳統領域 那我們現在有這個畫社辦法的依據 來去畫社這個裡面辦法的依據 這個家屋千禧路線祖墳等等 我們覺得 我們掌控到的消息 不是都覺得而已 是我們現在這個 與此相日談區 因為經濟活動非常頻繁 每個財團都在這裡虎視眈眈 從這個地震之後的日管處接入之後 他在民國九十七年 九十四年在賴瑟珍 賴觀光局長的主導下 就簽了一個當時 那個向山的VOT案 那之後我們覺得 雖然傳統領域畫社辦法還沒有出來 但是實質上漁池鄉本來就是一個原住民鄉 很多的議員或是說代表 他們對這個被畫社成原住民鄉 享受福利的時候都沒有講過半句話 但是現在為什麼 這個公有土地的主管低官 會把這個土地結合這個開發商來做利益的輸送 我們到現在就是不明白 一個政府是要站在照顧人民的立場 不管他是漢人或是原住民 或他的歷史文化 我們少主都相當理解 大家都相處的蠻好 但是現在是盜國為因 說我們少主兩百人 在霸凌一萬六千人 甚至在這個爭取這個聯署的時候的 這個聯署報告都用虛假的 他們跟村長傳遞的信息說 你們一萬六千人 敢為何兩百人管理嗎 大家問到這個問題 大家不曉得原因就一直蓋章蓋章 所以形成四千多份的這個聯署書 我覺得行政機關 今天沒有把這個行政辦法 行政規定去向村民解釋就罷了 還把這個少主汙蔑城市在霸凌 在阻擋這個地區發展 我從頭報為跟各位報告一番 現在的日館處 經過部落會議決定的時候 他們要做步道 做出了完整的開發 做出了這個開發的時候 要做監控這個有沒有這個文物的這個開發的時候 他們遵守規定 我們就讓他這個步道完成 這個蠟鹿島 他們要做外圍的這個 這個 黃坡體的時候 黃坡這個草體的時候 他們跟我們設計 結果被人家打槍很多 我覺得這個是保護島嶼為優先 我們覺得 所以我們少主非常有利 我們也給他同意 不是說我們每樣建設都是阻擋在外 是認為公共建設 BOT 是政府因為這個 作為公共利益的 公家土地 我們合理的給它開發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 開發辦法裡面 旅館 旅館它是公共利益嗎 它只是幾個少數有錢人可以住進去的 然後用公家土地開發五年十年 甚至五十年 開發利益而已 對當地的族群 甚至當地營業的 這個飯店業都是造成一個競爭行為 對少主的傳統領域等於 五十年之後是什麼局面 我們不敢想 目前 一點點權力被動的諮商同學 都被削弱 然後被取笑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我們對這個政府 感覺到 所有的原住民政策 都會轉彎 這是我的看法 謝謝 謝謝 小木 小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